哈囉各位小歪 我是阿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WePlay最近又上架了一個新的小遊戲呢 就是ONO 它就是常玩桌的的人所知道的UNO 規則跟牌數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集呢先來跟大家說一下比較基本的規則 最後再教大家一些技巧跟方法 那每個人呢每一回合都可以打出一張牌 那依照前一張打的牌 你可以出同個顏色或是同個數字內容的 像現在呢我就可以出有9或是藍色的牌 那除了數字牌以外呢也有功能牌 像現在Yuki出的跳過就是功能牌的一種 它就可以靜止下加這一輪的出牌 還有另外兩種功能牌就是反轉跟加2 反轉就是可以讓這個牌的方向轉向 所以如果我有轉向牌的話 LOCK就可以變成我的下加 加2就是你可以幫下加加兩張牌 那還有兩張黑牌是萬用牌跟加4 像現在我就出了一個萬用牌 把顏色變成紅的 因為我現在手裡就只剩下數字紅3 所以我先把顏色變成紅色 比較有機會把手裡的紅3出掉 那如果出掉紅3之後 我再打一張萬用加4牌 基本上就贏定了 像現在我已經把紅3出掉了 其他人也不知道我手上最後一張牌 是萬用加4牌 所以LOCK就丟了一張靜止牌給我 我就必須下輪才能出牌 萬用加4牌就是你可以決定顏色 還能讓下一個玩家禁止出牌 並抽4張 OK 阿我贏了 哈哈哈哈 雖然我出掉最後一張了 下一個玩家還是要抽4張 遊戲才會結束喔 日常我先出完就我第一 那剩下的玩家他們就按照他們 手上牌的分數來計算名次 扣越多分名次就越後面 那前兩名都算贏 後三四名都算輸 那這個分數到底要怎麼計算呢 非常簡單就是呢 你手上留下一張黑牌 每一張都扣50分 那如果你手上還留下功能牌 一張功能牌就是扣20分 像是靜止、反轉、加2都是扣20分 那剩下的數字牌就是看你數字的大小來扣分 像是如果你是黃9的話就是扣9分 黃2就是扣2分 他每個人開局都會有7張牌 以我這局的首牌開局來說算是非常強 因為我有3張黑牌 但老實說黑牌就是一個雙面刃嘛 黑牌的自由度很高 大家通常都會把它留到很後面才出 但如果你今天最後出不掉的話 你每一張都會扣50分 相對的很傷啊 所以說就是成也黑牌、敗也黑牌 喔!現在感覺可以預測到我們的勝利囉 我們現在直接把這個黃5出掉 就剩3張黑牌 自由度非常的高 基本上只要你的上加不要隨便給你加牌啊 什麼加2加4那種的你就贏定了啦 那現在我就先打一張萬用牌出去 隨便選個紅色 其他人就會以為我手上的兩張牌也是紅色的 唉!都是紅色啊! 我還故意用言語騙騙大家 唉呀!我有! 換藍色喔!很會喔! 忘記跟大家講如果剩兩張牌的話 你出牌前記得要先按ONO 按ONO的用意就是要告訴場上的玩家 欸!我剩一張牌囉!你們小心一點喔! 你幹嘛啊!嚇死我! 星星剛發動質疑 質疑我失敗 所以他必須要罰6張 大家一開始玩都會不太懂質疑是什麼 質疑就是如果你的上加出了加4牌 但你懷疑他說他明明就有其他可以出的牌 但他卻故意出了加4 你就可以按質疑 質疑成功的話你就不會被罰 反而是你的上加會被罰4張牌 那如果你質疑失敗的話 代價就是會再多罰兩張牌 所以原本罰4張就會變成罰6張 我190耶! 所以這局呢星星最可憐 他被我罰了好多張牌喔! 那我覺得UNO這個遊戲呢 當然你的牌運也是很重要的啦 那像我們這一局呢 基本上也是一個強牌開局啊 就有拿到三張黑牌 而且手上的其他牌至少也包含了三種顏色 比較不容易被針對 話說我以前國中就有玩過UNO了 可是我們以前玩的版本都會加入一些特殊規則 就是如果你前一個玩家打了一張紅漆 那你手上剛好也有紅漆還有綠漆藍漆 你三張牌都可以一起打出去 甚至我們還有加入那種加牌可以累積的機制 就是你今天假設打錯一張加4牌 那下一個玩家他手上有加2 他也可以打出去 等於說再下下個玩家就會變成加6 那如果下下個玩家他手上也有加的牌 他就可以繼續累積上去 沒有的話他就必須要抽牌 前面累積了多少就要抽多少 那就會非常的刺激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玩家一次抽了16張牌 其實還有蠻多特殊規則的 可惜WePlay這個UNO呢 他目前就是最基本的 沒有其他什麼特殊規則 那免費場跟初級場還有中級場的差別就是 看你要不要賭錢而已 我也有聽過有人說他覺得 喔這個遊戲超好賺的啦 但是也有那種輸到破產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謹慎評估一下 那我個人呢就是不太喜歡玩賭錢的 因為我覺得風險太高了 就是贏的多輸的也多嘛 所以我個人玩這個都是玩免費場的 不過我覺得UNO他就是 至少有出免費場的不像炸彈貓 會有個基本的入場費 除了單人模式以外 後面其實也有組隊模式 可是那個也是要錢的 而且感覺如果一次輸的話 會賠很多錢 所以我是還沒有玩過組隊模式啦 現在不知不覺呢 我又剩最後一張萬用加4牌 我剩綠色的安啾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啦 好啦我們前三局拿到的手牌 都是蠻強的牌 運氣不錯自然也很容易贏 那我們就再來看一把開局 就相對比較弱的牌 我們這局原本在聊說樂咖 還有原本的粉絲名不叫寶咖咖 而是叫做卡諾酒 就是日文的女朋友的意思 你幹嘛要吃到大嘴巴啊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 因為人家很白癡啊 我就給我跟他們講 有效果 哈哈 大嘴巴 我這就是 到底是多缺啊 要把粉絲進去 變成我的後宮啊 我是覺得還蠻有創意的啊 沒有這是一個耳男而已耶 都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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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為什麼這局相對手牌比較弱呢 因為一張黑牌都沒有嘛 而且也不是說四個顏色都有 還有一張相對比較廢的牌 就是零 因為UNO牌裡面的零只有四張 那其他數字的牌都是八張 所以相比起來零就比較難出出去 那我的功能牌就只有一張加二牌嘛 反正遇到這種沒有說特別強的手牌 就順其自然的打吧 UNO這個遊戲運氣成分也高 但是還是有一些策略的啦 就是你也可以根據別人的行動 大概猜測說他可能手上是什麼顏色的牌 或是他缺什麼顏色的牌 那你要先分析自己手上的牌 強色是什麼 弱色是什麼 像我現在手裡的牌 弱色就是黃色跟紅色 那相對的我手上的強色就是藍色跟綠色 我個人是蠻喜歡把功能牌先打掉 在我牌數比較少的時候啦 可是沒有說一定要先把功能牌打掉 就是要看一些情況 那我現在就沒有紅色了 所以就只能抽一張牌囉 對了如果今天有人剩下兩張牌的時候 他沒有喊Oh No 那他的頭像旁邊就會出現一個小槌子 你就可以去敲他 如果你有敲成功的話 那個沒有喊Oh No的人 他就會被罰兩張牌 我之前有跟三個路人新手玩過 結果他們每次剩下兩張牌的時候都不喊Oh No 然後就一個一個狂敲狂敲狂敲 他們就要一直加牌加牌加牌 所以大家記得自己算兩張牌的時候 記得要先按Oh No再出牌 那相對的你看到別人他的手牌 快要只剩兩張牌的時候 你的手指就可以先放在他的頭像旁邊 他如果真的忘記按Oh No的話 你就可以立刻敲他 其實有幾個情況下大家很容易忘記按Oh No 就是你今天手上剩下黑牌 感覺快贏的時候 比較容易心急就會忘記按 或是前幾局都輸得很慘 手上的牌都多到不行 然後突然下一局 欸怎麼那麼快就剩下很少的牌 可能也會忘記按Oh No 還有假設你跟你朋友玩的話 假設有一個人他牌算很少 你們就可以故意跟他聊天 所以也很容易忘記按Oh No 現在我們又不知不覺剩下一張牌了 不過這張不像之前前幾局那麼好出 我們剩下一張藍霧就一定要等上一張出現藍色或是5號的時候才出得去 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是什麼顏色就好了 不然上家很容易針對你 要贏啦 好啦這就是這次的Uno基本介紹 謝謝你星星 看 最近我也在研究一些策略 所以大家可能會滿常在路人場看到我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Kinda